哈喽哈喽小伙伴来了 哎呀现在呀因为疫情我们都居家隔离呀 导致我现在隔离的非常非常的懒 最主要说实话真的没有素材都憋死了 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 好多小伙伴都问我为啥朋友圈的猫都没有更新 不好意思啊 来吧来吧 工作总是要开始的 钱总是要赚的嘛对不对 不能因为什么又影响影响到我是吧 来来来看看我面前的这一只 是一只十一色长毛写着金剑城的小弟弟 这就是正常的自然光下拍的啊 你看他怎么样 可爱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超级喜欢金剑城 可能本身小猫就寓意的招财 然后金色呢还代表着财富这种感觉是不是 所以呢我个人就比较贪财 可能是有这方面关系 就比较喜欢金剑城 是不是小伙伴们不予笑啊 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只 这是一只红金剑城啊 有小伙伴就会说了 那么大美红金剑城那不就是串吗 其实不是的 其实红金剑城啊 它是剑城的淡化色 它虽然没有毛金色 但它本毛也是很漂亮的 不是一般的猫就能生出红金剑城来 因为红金剑城没有小母猫 至今呢我没有发现它有小母猫 都是小公猫 然后呢金为用什么猫能生出红金剑城呢 是12色的金剑城的爸爸 和12色的金剑城的妈妈 这样出红金剑城的概率就特别特别的 我看网上对红金剑城的评论是褒贬不一样 但是啊我个人还是感觉喜欢就好呢 还是那句话啊 不管什么样的毛 不管什么品种 不管什么色号 只要是合眼圆 喜欢就好 小猫性格好 我们养小猫就像养自己的小宝宝似的 养自己的孩子似的 永远都是自己的最漂亮 哎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看怎么样 别人看怎么样 哎我就是喜欢 那么大美再想问一下小伙伴们 你看这两只小猫 它们俩在阳光下的颜色 呈现出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那只耀耀金剑城 它长毛鞋嘛 它的颜色可能要偏的 那个毛鞋色要偏黑一些 那么这两只小猫 你们更喜欢哪一只呢 如果说这两只小猫 它们都是相同价位的形容下 那你们又会选择哪一只呢 小伙伴们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呢 别忘记给大美点个关注呗 大美呢 还是那个大美 就像小猫咪一样 你是值得拥有的 拜拜 再见 比心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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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